自从伴若浮生的梦境完结后 很多观众都在为桑九与明夜的爱而不得感到悲哀 明明是那么相爱的一对恋人 竟然会因为一个圣女的插足 到最后弄到两败俱伤的场面 试问有什么比眼睁睁看着心爱之人成魔 更让人揪心的一件事了呢 而圣女天欢也因此成了众人痛斥的存在 可在这段梦境中 执迷不悟的人到底是谁 在嫁给战神明夜之前 桑九本该是个无忧无虑的小棒精 有父兄的疼爱 还有墨河子民的守护 天生拥有鲜髓的他 只要稍加修炼 将来必然会摆脱腰的身份 飞升成仙 到时候跟着沾光的不仅是他的父兄 还有整个墨河 然而他却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做着不该做的梦 甚至没有丝毫犹豫 嫁给了那个高高在上的神 明夜是个心系三界的人 他后来固然爱上了桑九 可如果让天下和桑九摆在面前 让他做选择 不用想都知道 明夜必然会果断气了桑九 只有真正的平定天下 他才会想起那些所谓的儿女情长 在此之前 他是不允许让一个女人牵绊住自己的 哪怕是桑九也不行 这也是为何圣女守着战神多年 始终不敢靠近一步的缘故 就因为桑九的爱 引发了圣女的极度心 整个墨盒便随之陪葬 明明明夜已经想到了拯救墨盒全族的办法 可还是被桑九丢弃了 只因那是腾蛇族的东西 他压根不稀罕 自己的仇自己报 哪怕天诛地灭也无所谓 然而他不知道 追杀整个腾蛇族的后果 竟然真的会死无葬身之地 看到桑九有一个单纯无害的小棒精 为了爱果断成魔的可悲结局 才懂夜冰长的自私有多么精明 别看在班若福生中 圣女因为极度心 迫使自己的整个族人都被灭 在梦境外的夜冰长 可不愿追随圣女的脚步 甚至会觉得圣女的行为很是愚蠢 毕竟天欢的身份何其尊贵 为了一个男人 赔上自己的所有 值得吗 如果换成是夜冰长的话 他恐怕会把圣女 这层光环发扬光大吧 从小因为庶女的身份 他遭受了不少家人的冷漠与凌辱 也是因为迫不得已 他才会想着利用别人的情思 好抓住六殿下这个人 只要自己做了王妃 别说受人冷落了 就是谁敢小看他 将来也是被杀的命 只可惜命运不济的他 最终只能做个侧妃 也罢 只要萧领的心在自己身上 夜冰长就不算全盘皆输 而他可不会像桑九一样 为了爱 把自己折磨的人不忍 鬼不鬼 只有专心搞事业 好好爱自己 夜冰长才能真正体面地活下去 至于他的丈夫萧林 从始至终都没有得到过他的爱 有的只是算计和利用 只因夜冰长需要这个男人 就算将来有什么转折 他必然会抛弃萧林 选择自保的 别怪夜冰长自私 只能说他真的太精明了 桑就是个恋爱脑 虽说得到了战胜的爱 可结果也不得善终 与其如此 还不如跟夜冰长一样 好好爱自己 起码能留个体面结局